哎 不是 作者你开局就给安排了无限刷新豆 只是这一分豆要吃到啥时候去啊 爷 对面有一堆五分豆 不过作者弄一排零分豆是啥意思 难道比空气还好吃吗 还有五分豆里面也藏着副分豆 不得不说作者是真抠啊 想要高分豆 除非有人帮你点亮这两个 但宝们快帮帮我 抠抠嗦嗦的作者弄的不是一分豆就是两分豆 根本吃不饱啊 还是上楼找找看 嘿嘿 进传送门看看 什么都没有 我不信 我去不会真的没有吧 等等 这底下还有一个传送门 好奇心 会害死猫的 什么猫啊 狗得我是东东养 话说就这点五分豆还藏得这么严 至于吗 连五颗十分豆中间还加着颗负分豆 我也是真服了 嘿嘿 功夫不负苦心人 总算是找到了 我那个大锤锤 豆子怎么还有假的 老六作者你不讲武德